体温1号台 裁判员蓝家瓜 记录裁判员滕湘瑞 颜薇 运动员张建海 杨帆 下面比赛开始 你好 杨帆 你好 张建海 请双方选手最后开球选择权 听我考虑 预备 3 2 1 开始 张建海 获得开球选择权 英智固 乔治碑 2017 综神八九 鬼大师赛 分战赛 连异战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这场比赛呢 是由画面左边 来自于天津的张建海 对阵右边来自于沈阳的杨帆 本场主才是蓝家花 我们这个阶段进行的比赛应该是胜部的第二轮啊 也就是赢的选手将会晋级下一个阶段 输了的选手应该还是有机会 咱们今天呢 十二点这个场次结束之后 在五点半还有最后的败者组的突围赛 五点半比赛结束之后呢 就是第四阶段的一个抽签了 然后明天上午依旧是九点 第四阶段单杯淘汰三十二进十六开始 谢谢 纵带7号 比较直的一杆球 右边5号可以再过度 因为这杆白球稍稍还是有点靠裤边 只能用高杆来推 看能不能顶到10去交到6 或者是在12号球下边推过来 还是顶到 上面3颗 624主要还是2号球的一根准度 而且要预留一颗向下 去较下面13过度的角度球 够直啊 打四可以推过去 再留一杆 从下往上打二号弹扣边 向下的角度 大臣 红三可以推弹起来 也可以滴杆 稍稍红三打厚一点点 向后一拉 一点向上的角度 推过去 或者中高杆轻轻一蹬 把二球右边中带 推过去 推过去 把二球右边中带 第一局洋方设比分一比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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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明显加大了力量 杨帆 冲球上 也是有所改变 白球控制台真的是不错 白球控制台真的是不错 四秒 五 四 继续十一号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我们可以在屏幕上来看黑八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去叫哪个带口 不要想 想刮包边啊 下面就没刮到 稍后一点点 留了一个三号球 右上角底带 左边呢这个黄衣中带还是有点薄 张靖海这杆球呢如果想防守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定难度的啊 如果打六号帮九 白球呢下左赛的反赛网可以把后面放也是有难度的 先来看黄衣 打后了 这样又漏机会了 梁花还是要考虑考虑黑帽 七号挡住左边底带六号挡住了右边的底带 我们一直在看啊调整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有利于向下呢把七和黑八这位置呢可以开 再走 这个角度有机会啊 量了一个量裤 我再看看衣裤怎么样 可会解 就看就如果说直接衣裤 很强的左赛往下打呢 黄衣的这个位置还是有点 碍眼 有可能会阻挡白球情境线 感觉还是两库去可以黑八的位置会好一点 高低上去走这个角度 再走顶没碰到 交到了九号 没有发现是点了一下 再打九直接叫黑八 左上方抵戴好了 稍稍多了一颗球 左上角 我再打一颗球 白球也尝试呢 打不尽的话做一杆防守 让对方左边最好打的这个黄衣综带打不到 但是现在看这个白球位好像黄衣差不多啊 应该还是可以进攻 再向下过渡 没带到黑巴 七角六 六角八 实在不平就左上角底带啊 最后黑巴 先过来看一眼白球的位置 这一杆六号窖的还是有点直啊 有可能直接第一杆往后拉了 拉到它现在手架位置附近啊 再弹裤起来 好球 一杆准度 好 打歪了 不过这杆黑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看会不会擦一擦白球 防止静电 抬高杆尾 感觉要防了 把黑巴打下去 能翻动态最好 翻不进做防守 主要是白球靠裤边贴裤啊 看张建海 还是厚 综带漏了 好 调局 杨方舍避避分2比0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第三句 张建海开球 继续记导 下面摆球区应该是有两颗球箱贴的 并且压住了摆球纸 所以说暂时不会去动 等到某一方球员把下面局面打开 才会去拿掉摆球纸 先选一颗底带 把油再走下来 够准啊 这个安球打了 黑八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呢 右下角底带呢 肯定是有下的 后面叫好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先把漆打了 然后依次呢 三颗球留一个黑八 右下角底带就可以了 看二号是推过去 可不可以叫红三点点向下角度 还是有点轻 不强求就下低干 打低一点力量不要太重 第三句张尖海胜 比分一比二 开决清台 谢谢 第四句张尖海胜 中队炸球还是有进 先看裁判将摆球纸取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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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带脚持的刚好是上方 11号左上角底带是可以去打 15呢也是可以进攻 应该是一点点向上角度比较直 哎 登过来 好 再推 从上往下 看会不会推完之后呢 顶向三 直接用左手来打了 薄了 够准啊 这杆球可是够准 刚好在这个封衣中间找到了这个左边的荒衣 那现在要想一想 提前有机会呢 可以打二上去交六 把六和三打掉 五号球的右边中带也是后面就够下了 不然呢 像在这个五号 与十二相贴的这个位置 没什么好打带口 打完六 争取再把三打掉 轻推就可以 或者小低竿轻点 然后再用三向上角度 打三打七 打七叫五 五叫四 呦 应该还是在下球点的这一个部分 专注力不够啊 有些分神 好 好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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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一 第四局 杨芳胜 比分三比一 谢谢 三比一 右局 三剑海开球 抓球也有球近 看白球 这位置有点靠左上方 如果打红三中带的话 有打 不过出竿的位置要小心 后面有七号跟十四号 是有可能要碰球 要抬高手架 就算是有可能要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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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海这一杆出杆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如果打出来一点点白球的中心点都不准 一点点向左或者向右 或者是站位啊出杆有一点点的歪掉 那根本是打不进去的 四号球应该是有机会可以传 传进之后呢白球不需要走太多 轻轻一点 好球打开局面 上面的七号球也是这盘球里边的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现在看会不会打6直接上去先交7 看角度 还好 七号球需要一杆准度 差一点点 多了解 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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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总在打进线过渡下来 打13给滴杆拉回去 12号应该右下角底带 4号也是没挡住 再打12向上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屏幕最上方 靠库边那个位置 14号是肯定可以进攻的 但是11跟10 一定要再用14号来调位置 观察一下12球右边中带 有没有的打 有的打呢 过多一杆10号中带 11继续中带这样的一个排球位置 轻推就可以 但是也可以打 这杆球就涉及到一个 你是下低杆往回拉一点点 还是高杆往下顶一点点 如果再往下走一点呢 就直接打完了之后 11都不会动 现在肯定要去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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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就是一个大的翻角球 10秒 10秒 真的是 低杆 11 10秒 12 第五局 杨芳设计分4比1 谢谢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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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旧有球禁弹 比分上来是一比四 这开局稍稍有点像咱们 体育台的上一场比赛 白龙对阵郑宇波 也是一个1比4 1比5 这样落后了很多盘 10秒 而且要往下放 5 4 3 挡住你花球中带左边 黄宇肯定是可以进攻 杨花也是看到了一个6号球 有可能会成为单侧球进攻上的难度 所以说这盘主要是防就在防花球 不给你进攻花球的一个好角度 但是单侧球黄宇可以打 如果说叫到一个好的4号位 是有机会打4右边中带 向上去把6号球从库边K出来的 现在有机会打7 7可以叫2 叫2的时候甚至于就可以有想法 比如说叫4或者K6 先来看这个角度怎么样 还是先叫了个5 好了为什么说要去叫2呢 因为如果用2来K的话 最起码白球如果停到上边 5号球的左边中带是可以衔接 不然现在先把5打了 然后呢 再过来看 你再打4 你剩下的6 3 白球看位置 不错 一定要细腻 量了一个直接打6的角度 一杆准度 打进 再用2角黑8 看能不能退下 薄一点点啊 这杆球 处理到这里已经是非常好了 基本上自己想的 基本上自己想的白球的到位率 都是很高的 杨富安一杆 中长台13 点进 左边14 右边有中带啊 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打10 上去呢 争取先把15号打掉 省着最后呢 去留15去叫的时候 不好去叫位 打15向下过渡 想清楚最后是留两边的这两个9还是 留9号来过渡黑8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考虑了 他打12这杆可以叫双位啊 14左下角 或者是9 都是可以叫的 直接下低跟低一点 向左边 横抬 这位置可以推 擦一擦白球 防止静电 轻推14 调到9 看白球不要靠裤边 太近 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可以蹬竿 弹一裤过来 第六局 杨邦胜 逼分5比1 谢谢 嗯 嗯 原自英国百年手工制肝工艺 碳纤维仙角 11.5毫米特制肝头 比酒球肝更具重度 比斯诺克肝更易发力 他把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 不次干 中式和中式八球 不次干 中式球干开创者 第七局 三剑海开球 拦球依旧 还是有球近带 这根白球刚刚下来的时候呢 被上去的其他球给顶上去了 这个白球位置 七号左边中带呢 有一杆轻推球 先来看单色球的位置 左边裤边呢 有一个六号靠裤 二号呢 跟对方九号稍稍 有点相贴 选单色呢 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去解决 这杆打四 看能不能直接先叫一杆六啊 有把握的话 把六先打掉 这杆打四 算是会自己去解决的 然后再把握的握手 每个握手 都可以亡式的握手 只准备一刀 我们先打的握手 我来点圆的握手 因为这个握手 接下来再打的握手 这把握手 也打的握手 为不一定 不准备成功 我第一个握手 我翻中 直接翻底了 没翻近 但是六号球 多少还是有些效果的 起码是给杨帆青台增加了一些难度 黑八这个位置 从现在画面上来看 如果最后用12号来叫黑八 那就是左边中带 黑八 咱们就像一个倒须故事这样的一个次序来看 9号 打9呢 这杆球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有机会打完9 可以打14 从上往下去K10 或者是10号球就要一个近点的角度 然后打10高杆往下推 再去打12 最后呢黑八左边中带 现在这个按球14号就是 较细位 和轻K 较位更稳妥一点 相对比 因为K球还是有风险 不可掌控性 因为是后手抬高的推杆 所以说也不好去下一些旋转 这杆球仅仅就是正常高杆推 现在叫到的10有点直 就是白球往下走 看看能不能稍微F2D登下来 没办法了 只能是递杆减速了 然后再推 不过这杆球如果想留下黑八的一个左边中带 也真的是很难打 距离有点远 然后12号角度有点偏大 扬翻这杆推杆 见功力 也是抬高杆尾 有可能会用一个低杆走两后 尽量挺住 有想法 好球 他也是带了个反赛 确实是难打的一杆球 抬高杆尾下反赛低杆 左两裤 走下来6号有的打了 把6号打掉 然后黑八呢两边的带口就是让出来 排球才上去 这杆6号球呢看你习惯打法 一个高杆直接推 另外一个就是走下面的两个带脚下低杆 这都是根据个人习惯来打的 还是推 推上去5号有的打 黄一可以浇松带 看角度能登下来或者推下来最好 打击黑八 2比5 第七局 张建海誓 比分2比5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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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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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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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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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